一提起宋美玲,相信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她的丈夫蒋介石。 这对夫妻共同携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 虽然对于蒋介石来说,宋美玲并不是她的第一位妻子,他们也并没有孩子。 但是对宋美玲而言,蒋介石绝对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宋美玲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与这个男人有关。 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蒋介石去世没多久。 宋美玲在看了蒋介石生前立下的遗嘱后,当即气得破口大骂。 这个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时刻保持着优雅的女人。 却因看到蒋介石遗嘱上的内容,而当场破口大骂。 甚至是一气之下,乘专机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开始定居。 那么,蒋介石遗嘱上的内容究竟有多过分, 以至于让一向非常注重形象的宋美玲如此势态呢? 宋美玲可以说是一出生就很幸运, 她出生在民国时期,非常显赫的宋氏家族。 上面有两个姐姐,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年龄小往往最受父母的宠爱,宋美玲就是如此。 宋美玲的大姐和二姐也很疼她, 无论有了什么东西都会把最好的那一个先给她。 在宋美玲还很小的时候, 她的父母就让她跟着二姐宋庆龄一起乘飞机去了美国。 就在美国,宋美玲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对于她来说,美国相当于是她的第二个故乡, 这也是她晚年决定在美国养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就在她熟悉了西方思想和西方文化, 想要在美国学习更多知识的时候, 家族发来的一份电报让她不得不马上回了国。 在1917年,家族从上海给宋美玲发来了电报, 让她立刻赶回上海。 此刻的宋美玲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她也不可能违背自己的父母, 所以还是马不停蹄地拉着二姐宋庆龄一起回到上海。 而直到回了家,宋美玲才知道, 原来父母这么着急将她叫回来, 就是让她回来相亲的。 彼时刚从美国回来的宋家三小姐, 在一众富家公子的眼中, 无疑是个香伯伯。 只要能获得宋家最受宠的三小姐的欢心, 将她娶回家, 那就相当于是得到了整个宋家的支持。 只要是个聪明人都知道, 这比买卖有多划算。 因此,宋美玲才回国没多久, 就受到了众多富家子弟的猛烈追求。 但宋美玲却对这样整日 被一群人追在屁股后面的生活感到非常厌烦,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对这些追求她的富家子弟 也根本没有一点兴趣。 在1922年, 宋庆龄见妹妹整日眉睛打彩, 于是便将她交给了哥哥宋子文, 让宋子文带着宋美玲 去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宴会, 好好地玩一玩, 放松一下心情。 而正是在这场宴会上, 宋美玲和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对方。 在宴会上, 蒋介石对极美貌与优雅于一身的 宋美玲一见倾心, 恨不得立刻就把她娶回家。 但当时, 蒋介石的名声很不好, 大家都说她是顽固子弟。 而关于蒋介石的种种传言, 宋美玲自然也是听说过的。 所以, 宋美玲第一次见到蒋介石, 心里其实是没有一点好感的。 没过多久, 蒋介石就接到了上级的调令, 前往了广州。 原本蒋介石以为两人日后不会再有交集了。 但她没想到的是, 就在1927年, 宋美玲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家族都感到非常吃惊的决定。 那就是辞去自己英语老师的职务, 独自一人前往广州。 因为宋美玲不想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她有自己的追求。 宋美玲来到广州, 就是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 到达广州后, 宋美玲再次和蒋介石相遇。 此时的蒋介石, 在国民党内部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再不是五年前的那个, 完裤子弟了。 再次与宋美玲相见, 让蒋介石非常高兴, 她的心里其实一直都没能放下对宋美玲的爱慕。 如今再次见到了宋美玲, 自己的手上也有权势了, 她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追求宋美玲的好机会。 最终, 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娶到了宋美玲。 两人的婚礼十分盛大, 一连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办了两场。 蒋介石成为民国总统后, 积累了无数的财富。 宋美玲天性爱美, 并且对旗袍情有独钟。 所以, 蒋介石赤巨资为她购买许多不同种类的奢侈品, 买的旗袍更是多到数不清。 宋美玲对蒋介石也绝对是真心的。 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在台湾, 不管蒋介石的政治之路是顺畅, 还是受到了阻碍。 宋美玲都始终陪伴在蒋介石的身边。 众所周知, 在娶宋美玲为妻之前, 蒋介石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名叫蒋经国。 蒋经国在军事方面的成就非常高, 并且也很受父亲的重视。 要说宋美玲这一生最遗憾的是, 毫无疑问是没能给蒋介石生下一个孩子。 宋美玲和蒋介石结婚这么多年, 她一直没能给蒋介石生个一男伴女。 说不在意,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没有孩子, 那就意味着将来蒋介石的一切都是继子蒋经国的。 就算宋美玲和这个继子在亲, 也毕竟没有血缘关系。 谁能保证蒋介石死后, 蒋经国会依旧如从前那般尊敬自己。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宋美玲其实一直都对自己没有孩子这件事耿耿于怀, 甚至想了不少办法。 但到了后来, 宋美玲见蒋经国这么多年来, 对自己也还算孝敬, 渐渐地也就不再执念于此了。 在她看来, 自己毕竟是蒋介石多年的妻子。 就算日后她走了, 她也应该不会丝毫不为自己妻子着想, 把遗产都给蒋经国。 时间到了1949年, 三大战已结束, 国民党大势已去, 宋美玲也跟着蒋介石逃往了台湾。 但是, 当时的宋美玲仍不死心, 想要去美国求援。 她的这一想法被蒋介石知道后, 两人当即大吵了一架。 这是夫妻二人, 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爆发如此激烈的争吵。 向美国求援的想法, 遭到了丈夫的坚决反对后, 宋美玲也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在台湾成立了反共救国会。 但已经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做什么都没用了。 从1972年开始, 蒋介石的身体就越来越差。 为了让丈夫安心养病, 宋美玲代替蒋介石处理一切 她可以处理的事物。 并且, 她同时也一直在悉心照顾着 病床上的蒋介石。 尽管医生们竭尽全力救治, 蒋介石的病不但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 还变得愈加严重。 自从卧病在床之后, 蒋介石的行为和想法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天气热的时候, 蒋介石就算再热, 也只要求身边的人给她扇扇子, 因为她觉得空调制冷不健康。 即便重病在床, 她也依旧非常关心政治上的事。 她经常和宋美玲讨论 台湾的建设问题。 那个时候, 蒋经国已经算是台湾的实际掌权人了。 但是由于宋美玲与蒋经国的管理理念不同, 所以宋美玲经常因某个问题和蒋经国爆发争吵。 而这一切蒋介石都知道。 因此在弥留之际, 蒋介石要求两人在她走后好好相处。 蒋介石走后, 宋美玲和蒋经国一直都记着蒋介石临死前的话, 发生冲突时都尽量避免争吵。 但蒋经国的管理手段雷厉风行, 宋美玲却更喜欢用温和的治理方式。 两人的观点不同, 即便互相忍耐, 也总有忍不下去的那一天。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 而真正让宋美玲心寒的, 是蒋介石在遗嘱中, 除了有关遗产分配的问题, 其他都讲了。 宋美玲陪伴在蒋介石身边几十年, 在事业上也给予了蒋介石很多帮助。 到头来, 蒋介石却连遗产怎么分都没提, 这不是明摆着想让蒋经国继承一切吗? 当时, 宋美玲在看完了蒋介石的遗嘱后, 气得是当场破口大骂, 连维持了多年的涵养都顾不上了。 他为蒋介石付出了这么多年, 就算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 更何况, 宋美玲的功劳可是有不少。 结果, 蒋介石却这么对他, 这又怎能让宋美玲不感到寒心? 宋美玲骂到最后, 眼泪都气出来了。 他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年, 别人却根本没记在心上而感到气愤。 也为自己爱了蒋介石这么多年, 结果人家却把自己忘了而感到伤心。 如今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已经相当恶劣, 现在丈夫也走了, 台湾也不需要他了。 所以, 宋美玲干脆乘专机去了美国定居, 彻底远离政治, 专心过起自己的安稳日子。 到了美国后, 宋美玲生活上的花费有专人负责, 所以, 她依旧如年轻时那样, 追求完美和美丽, 追求各种奢侈品。 而且, 宋美玲在美国也并不只有她一个人, 还有邱爱伦, 也就是蒋伟国的妻子陪着她。 邱爱伦同样也爱美, 也爱时尚, 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因此, 宋美玲虽然独自一人在美国生活, 但也没感觉到有多孤独。 就在1986年10月, 宋美玲回了一趟台湾, 目的就是参加蒋介石的百年寿担。 参加完典礼后, 她也并没有多做停留, 很快就返回了美国。 或许台湾这个地方太让她伤心, 所以她不愿在这里多留。 自此之后, 她再没有回台湾过。 在2003年, 宋美玲在曼哈顿的家中去世, 享年106岁。 虽然蒋介石在遗产方面, 确实做得不够好, 但在蒋介石还活着的时候, 她一直在尽全力给宋美玲想要的生活。 或许就是因为蒋介石生前对宋美玲太好, 宋美玲在得知了她遗嘱的内容之后, 心里的落差太大, 所以才会那么生气和伤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